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自己的因素 另外一个是微生物 比如说细菌 病毒这些因素 另外一个就是环境 考虑到胃痛也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我自身的因素 我有没有生活习惯不好 我也会抽烟 或者是我常常作息不良 我的压力很大 这是个人的因素 那另外致病菌的因素 在胃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优门感菌 或者是有的人吃止痛药 他会去伤胃 这个是大家都很知道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环境的因素 环境可能会对细菌造成影响 也可能对我们自身造成影响 甚至于这个环境里头 本身就包括有不好的东西 像一些环境的荷尔蒙 它可能让胃的蠕动是不好的 所以胃衰会一直对细胞造成伤害这样子 那既然知道说 它的成因上有可能是这一些的话 在预防上我们自然就有的方向 比如说我自身的问题 情绪要放松 压力尽量减少 抽烟喝酒这些的习惯最好是不要有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维生物方面 像优门感菌这个问题的话 它检查上可以有很多种检查方式 大家如果胃的不舒服的话可以去检查 那治疗上当然是有抗生素可以治疗了 另外一个止痛药 如果我们要吃止痛药的时候 要小心尽量去选择不会伤害肠胃的 另外我们康脉上也是可以帮助大家的 在康脉疗法里头 手在掌面这一面的体流线我们有三条 第一条是沿着大拇指 然后往上 第三条是沿着第四指跟第五指的掌面这边往上走 而第二条就是夹在它们中间 胃痛的康脉按点 我们取在手部的第二条体流线 它的点是这样子 我们取三横指在它的手腕上的第二条体流线上 用小的按棒压住 点呢我们是取在手肘上面大概一指左右 这个点 一样是按棒压住之后往上做推送的动作 那这样子大概30到60次患者就会有改善 希望可以帮得到大家 我是王力荣医师 我们下次见 伤心的时候 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 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光过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源 宝宝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